请你吃饼干 很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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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冰喔 OK 请你吃饼干 等一下 你这个东西 有味 什么 它在爆烟 你想给我吃这个东西 你是不是里面有脱棒子 你拜托 我会赌你吗 你是被骗大的 不不不不 我觉得你要我吃这个 不然我们先让街头的民众们吃吃看 然后他们如果都没事我再吃 可以吃饼干 饼干 爆烟 脆脆的 Boss 2 3 1 1 2 1 1 2 2 2 3 3 你知道為什麼這個乖乖會冒煙嗎 我不知道 因為 是乾冰嗎 乾冰的那種煙 氮氣 就是跟夜市裡面在賣那個 那個什麼 這樣你相信了吧 我相信 而且看到他們吃到在嘴巴 鼻子都冒煙 我覺得很棒 真的 因為很厲害吧 我這一招 可是你這個餅乾怎麼做的 其實是這樣的 我把鍋子裡面加了液態蛋 然後我就把這個餅乾倒到裡面去 倒這樣子嚼啊嚼啊 讓每一顆餅乾都充滿了液態蛋 然後我就把它拿出來 等它甩乾 讓它氣化了之後 你就可以吃了啦 這個液態蛋餅乾太有趣了吧 真的 那我問你 你覺得我們剛這樣 吐出來的氣 你覺得是什麼氣 蛋氣啊 這是液態蛋 當然是蛋氣啊 不然耶 不是吧 我倒覺得是水氣耶 是蛋氣吧 啊不然這樣子 我們直接問柯學妹好了 柯學妹 我們需要你 大家好 我是藍色戰士 嗨 大家好 柯學妹 嗨 超神奇的 真的 誰說得對 誰說得對 這是因為液態蛋升溫 在氣化的過程中啊 它會吸收嘴巴 或是周圍空氣中的水蒸氣 而這個水蒸氣啊 遇到冷 會凝結成小水滴 我們剛剛嘴巴吐出來的這個呢 其實就是水蒸氣凝結 產生的煙霧喔 不對啊 它不是液態蛋嗎 那蛋氣去哪兒呢 唉唷 柯軟 蛋氣就是無色無味的 所以是散在空氣當中了啊 喔 被騙了啦 喜歡這則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 分享喔